Hello,大家好,我是穆布斯 看我上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已经达止了解7840U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能了 还有很多小伙伴想知道7840和7735比到底差了多少 那么本期视频带你快速小细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点赞上车,作文符号,我们赶紧测起来吧 其实在我上一期的7840U的Mac X2的视频中 同时已经同步跟问斯7135U对比的视频一起拍下来了 不过拍出来的素材有点杂乱,部分数据还是以截图展示 后面我会将300G的素材揉到一起发个P2,绝对真实 日常先解假,本次Mac X2的7840U所搭配的驱动并非正式版驱动 机器也并非最终零售版 目前还存在一些bug尚未解决 GPD问斯使用的为7135U版本,大致可等同于6800U 本人只为手头的测试机的结果负责,绝对真实评测,不会参加 看一下双方基础参数 基础参数我们大致看一下不耽误大家时间,有需可暂停查看 先从基础跑分说起 娱乐大师28WTDP下,7840U总分138万,减去硬盘得分106万分 G135U总分93万分,减去硬盘得分79万分 总分差距30%之多还是很离谱的了 主要的差距来源自CPU,看一下CPUZ 28W下,7840U单核636分,多核5772分 7735U单核631分,多核5031分,单核提升1% 多核提升14% 15W7840U单核608分,多核4225分 7735单核580分,多核3786分,单核提升4% 多核提升11% 我总感觉在CPUZ中测试获得的数据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我们再来看一下R23跑分 28W下,7840多核13180分,单核1654分 7735多核10720分,单核1525分,多核提升22% 单核提升8% 通过R23测试,这个提升幅度还是不小的 然后测试3DMark的TS测试 在28WTDP下,7840GPU跑分2946分 CPU分8777,总分3272分,7735UGPU跑分2427分 CPU分7411分,总分2699分 在28WTS测试中,7840的这个GPU分数可谓是相当的离谱了 之前680M超猫烟的世界第一跑分是2842分 这780M在驱动还未完全完善的情况下就取得了2900多分 而且这还是我跑出来偏低的成绩 最高跑出来在3040分左右 不过呢,跑分是跑分,实际是实际 我们接着来看 那是我常用的4款又附带机认测试的3A游戏 大远哥2,2077,地平线5和古墓丽影暗影 直接给大家上对比图可按需再听观看 从上述图中看出,不论12W,15W还是28W 提升基本在10%到20%之间 但是仔细看附带信息的基准测试中 7840这边的数据稍微有点不太对 比如2077中的LODEN非常的低 地盆线5的建材色数非常多 12W的古墓丽影中也有个别数值低于7735 该特跟母线飞正式驱动有关 看后续驱动更新以后的情况如何 网游选择了永久物件和PUBG 均设置为28W TDP 分别在训练场和游戏内跑一下 永久无间7840和7735在训练场中 7840基本都在40帧左右 7735基本保持在30帧左右 在游戏内,7840仍然保持在40帧以上 最高52帧 7735在游戏内表现比在训练场内要好 基本保持在30帧以上 最高40帧左右 PUBG在训练场中 7840帧数稳定60帧以上 最高可以来到70帧左右 7735帧数一直在40帧左右徘徊 游戏内7840一直保持在60帧以上 甚至可以来到70帧左右 在野外跑图穿越轰炸区 也一直保持在60帧左右 7735在房间内可以在50帧以上运行 在野外跑图也是稳定在40帧以上 由此可见7840的CPU提升和提前500兆内存 在这类网游中有着非常良好的表现 在测试完之后我突然发现我测试的这些游戏都是可以顶着TDP跑的游戏 如果吃不满28瓦TDP的游戏同阵数下会有什么样的功耗表现呢 我就选取了最近在玩的一游戏霓虹序列 使用RTSS做60帧将TDP均设置为28瓦 利用Steam的云屯档功能在两台机器上面切换 通过测试发现在两台机器上差不多场景同阵数 功耗相差在最高可以来到78瓦 我从这方面感觉7840的能耗比应该会更好一些 而且在7735上面有些时候甚至没法稳定在60帧 我还测试了一下某模拟器最新的某游戏 28瓦TDP下没打任何补丁 7840可以稳定30左右 7735可以稳定20左右 我想说一句题外话 我这要不是为了测试 我都不会去弄这个游戏和这个模拟器的 通过这么几项测试 你对量缓CPU是否有了更多的了解 7840U在目前驱动不完善的情况下 能有如此的表现 也算对得起制程的更新和架构的更换 提升纵使没有对比上一代那么巨大 但是能有稳定的10%到20%的提升 并且能耗比更好 我觉得挺满意的了 主要是CPU的提升比较巨大 如果搭配显卡屋 体验就会更好的了 至于如何选择 那就要看你的了 毕竟现在二手市场上 有很多香喷喷的6800U了 好了 这所不易 还请多多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穆布斯 我们下期再见